趙哥 請問你到底懂不懂吃啊 不用把我拖下水 你跟他吵架就可以了 你是處於那種愛帶小女生 去一家你熟悉的餐廳 然後在那邊大放爵詞說 給我上次那個牛排 然後想要賣... 遺老賣老那種 倒也不是這樣 小弟基本上是辦過桌 請過女方的家長啊 親朋好友一起吃飯對不對 妳剛剛講遺老派啊 這件事情 OK 因為偉柔哥很喜歡講說 妳就給我上次那個 對...他很愛來這一週 所以陳德烈 如果第一次約會的時候 妳會帶女生去吃什麼料理 西餐吧 或是日本料理 或是日本料理 101 那種... 頂樓嗎 有景觀的那種 有景觀的 然後有夜景的 或者是演戲盤店 你來個屁啊 然後就... 我幫他上麻煩 我來看看他飯怎麼樣 好吃 好吃 而且這一家又很拽喔 他10點多 你就要跟他頂 他飯很好吃耶 太太...你吃... 你配那個...你配那個同心蛋 再一次 怎麼可以試一下 我幫你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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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搭配... 男朋友幫你指 就是沒要吃 他聲音超好的啊 他11點之後就不接電話 因為他沒有辦法外送了 就是訂滿了 哪一位說 有位大哥在現場吃便當 會碎碎念什麼 問說 我 懷疑製作人有收回頭是不是 執行 是懷疑執行 因為可能就像趙哥之前講的 兩三天他都叫同樣的便當 中餐晚餐 然後我們吃兩三天之後 覺得很溺人 然後那個老演員就會說 這個也不曉得 然後這便當是真的滿好吃的 但天天吃上去也不是辦法 每天配菜都一樣 這便當店跟執行到底 好兄弟還是好親戚啊 我們也不知道啦 一個便當他也不可能拿回扣 他就這樣啪哩啪一直講 自己一個人 對 他自己跟自己演 我們小朋友在旁邊看 一直在那邊笑 他為什麼不直接去反應就好 還要在那邊費勁的 他就是講給他親的 他就是講給他親的 如果有演員敢在你的片場 嘀嘀咕咕說有回扣 還是是你親戚看 你就會立刻殺了他嗎 那是真的翻臉 你說的翻臉是連女生都照罵博物嗎 對啊 會問他什麼意思啊 你可以不吃 你可以說我便當爛 但你不能坐我一起 那如果比如說你是我的製作人 然後我就說 每天都訂這個 我開始跟女老闆遊覽喔 那製作人講的 越厲害的態度就是 沒有 那邊是這樣話 對不對 要不然怎麼辦 要不就再換一家 換一家叫啊 只能這樣子啊 製作人講當然就沒辦法了 我覺得他是 可以說這種不好意思 這邊有一盤滷味是誰可以這樣 我的 不會吧 你在這種身份還能吃滷味嗎 我超愛吃滷味的 應該是有包金箔在裡面嘛 但是... 是富貴之後 還懷念以前吃了一些東西嗎 沒有啊 我跟你講很多人富貴了之後 為了不想要有距離感 還會故意打入平民界 什麼東西啊 偶爾到馬路上去走給大家看 對... 不是常常去東區錄影嘛 華視 然後他附近都有一些好吃的食物 沒有啦 那真的很好吃 妳最貼賤的就是哪一塊 它的百葉豆腐跟素腰花 素腰花 百葉豆腐 還有它的酸菜 它看起來沒有什麼樣子 它滷得很高耶 而且它很便宜 它一條百葉豆腐才25塊 正常在外面買一條要40塊 它是滷好的還是加熱滷味 它滷好之後再幫你加熱 它很入味 我覺得啦 我覺得東區裡面算是物美價廉 太好了 妳真的很有品味 我覺得上回社會 找了妳真的沒有辦法成立 真的假的 台灣之光 妳在香港一定會為我們爭光 請問 妳有吃過 X滷味嗎 我吃過啊 我會打筆的像這一塊 我想講的是這個 真的很好吃啊 我還是要講一個最基本的觀念 好吃的東西啊 不管是在哪一家餐廳 妳要吃它最基本的那個料理 就食材不要複雜 它不需要太花很多用那個力 去做那道菜 其他就不好 趙哥 妳很會講耶 妳應該主持美食節目 對...已經有八個電視台跟我談了 趙哥 那你也吃剛才那個豬腳麵嗎 其實那豬腳麵 那個麵體是有問題的 因為它是用機器的 它並不是說所謂的手工麵 或稻米 對 那你那牛肉麵不是像涼麵的麵 你猜他講話 牛肉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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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 我這邊終於見到趙哥的厲害 請問這個麵是哪一位的 這是什麼 跟豬腳麵同一家 然後這上面是牛肉嗎 這牛肉長得很奇特耶 牛肉是有點乾 牛肉乾的感覺 因為它放在上面了 妳要去挑妳進去 它放太高了 對 我個人最喜歡的是什麼 不是牛肉麵 因為牛肉麵打好吃啊 妳拜託喔 妳酸了吧 牛肉麵 妳不講還好 妳真的講大聲都要打槍 我不要贏妳了 好 妳不要講 牛肉麵不是應該外面要皮厚一點 脆脆酥酥的嗎 所以有兩種 一種是酥的 就是有層次的那種酥 然後另外一種就是扎實的口感 它就是老麵 然後是炕在那邊 然後有那個炭香味 其實胡椒餅的比例啊 裡面的肉餡啊 蔥跟肉要3、7分 妳才不會吃起來膩 就叫妳的頭髮嗎 就3、7分 真的嗎 我真的叫... 你真的想把筷子吃 你頭髮本來就3、7分 你先怎麼去啊 你那時候就5分嗎 不是 因為它那個... 它腌得不好嗎 它腌得不好 各位不要罵髒話 完全是一集不要罵髒話 可以嗎 所以這個照理說 這個豬肉怎麼會有洋燒味 這個... 胡椒餅 這胡椒餅它除了就 蔥肉的比例以外 還有它肥瘦的比例 為什麼有洋燒味啊 不太喜歡這蔥芬芝麻 可是陳德烈不得不曉 他後來隨而竄出的那個辣味 還滿帶勁的 它醃得很入味 醃得滿入味的 這邊有一盤臭豆腐是... 要先配的 我的 不是啊 不是 歐巴桑 沒有啦 陳德烈是嗎 我的喔 妳的 陳德烈嘛 陳德烈 要不要回家睡一下 太累了是不是 太多了...陳德烈 陳德烈 不要工作了嘛 不要...我會這樣... 趕快一個機會 要不要吃了 因為我也很愛吃雞排 吃雞排鼻足喔 看起來還好耶 它現在已經涼了 所以比較沒有那麼酥 可是咬下去有一種玉米香 行 好吃的雞排喔 它的酥炸粉的比例跟肉啊 炸好了以後 那個比例不會是這麼的厚實啊 請問是幾幾分 一樣三七分 你說給幾分嗎 是幾幾分 就是肉跟那個... 坦白講 雞排的這個裹粉跟那個肉 還包括那個火候 那個比例我是沒有研究過 但是我知道說它的粉太厚了 而且它的雞肉基本上... 讓我吃起來還沒有那麼的實在 這個講評也有道理耶 怎麼啊 我覺得你... 不管你講得對不對 你都講得出一番道理 可是趙哥說實在 如果像我那麼愛吃雞排的人 我吃到那個雞排 裹粉裹太少的話 我會很生氣耶 因為那樣的話 你就直接吃雞排 你就直接吃雞肉就好 你幹嘛要吃雞排 你跟我說 你覺得哪一家雞排 你吃過很好吃的 你根本就不是懂雞排的人 什麼 我跟你講 因為它是胃中壹中間的 我其實想要講 但是我覺得我沒道理 幫人家打那個廣告 造成人家明天 整個攤子大排長龍 沒道理 它這家雞排粉的粉 應該是有特調過 因為它那個香味 有玉米香啊 對 一定是調... 趙哥 你有吃出玉米香 在裡面嗎 你如果說這隻雞 是吃玉米的飼料長大的 它的肉質有這個香味 或許我接受 但是你說它的酥炸粉裡面 可能嫁些什麼 刻意讓它那個味道出來 我覺得那還是比較少 你沒看我們讀書人 它很少 它很少把食物吃成這樣 真的 它完全拋棄尊嚴大師雞排 因為你們兩個在忙啊 我不知道要幹嘛 你們兩個很愛吵架 下次做一集 全部都是趙哥推薦 然後大家都來批評他 看到可以在幾分鐘的時候 才開始飆髒話